咱们谈了几期中国东北振兴 其实中央现在已经非常明确了 咱们上一期谈了沙特已经开始投资了 其实不光沙特 俄罗斯也是把远东的石油是往中国东北集中 可以想象往中国东北地区集中远东石油 未来的整个的工业基础都有保障 习主席在辽宁考察的时候就强调 新时代东北振兴展现更大担当作为 奋力开拓开创辽宁振兴发展新局面 实现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黑龙江主要是能源 能源粮食 大家知道现在中国南方高温 南方高温没有水 它的粮食作物减产 中国现在整个的粮食安全是基于东北的 东北这个地方还是有水 还有必经纬度高 所以可以想象南方地区现在高温 你指望它去产粮现在不现实了 粮食安全是在河中江 能源安全也在河中江 大清油田 俄罗斯的油进来 辽宁 吉林市科技 吉林科技 咱们吉林一号卫星包装各种各样的科技 军工都在吉林等等 而辽宁是什么 辽宁是重工业 辽宁一直都是重工业 现在谈的也是这个 很多话 尤其是这个 渤海湾 对吧 就在这个区域 有可能建一个重型的工业区 咱们15年时候习主席在长春 召开部分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会谈 就讲了叫十三五期间社会经济意见 无论从东北地区来看 还是从全国发展来看 实际上东北工业地区的振兴 是重要战略意义的 今天咱们看看 东北在中国的国家安全关系 整个的这个咱们从地图上 把这个讲解一下 中国地理啊 这个地形的基本特点 中国地形是什么呢 与北美接近 与这个欧洲形成强烈的反差 它是这么个逻辑 你打开地图看啊 中国面积其实就是 没有这个鸡脖子这块 就山海关以北这块 东北这块 整个的中国面积和美国差不多 但是加上东北山海关以外 这块中国就是 就是要扩到加拿大一带 就更大 与欧洲形成反差 欧洲是以平原为主 海拔200米以上的高原 秋陵山地占全 整个欧洲面积40% 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山 仅占2% 海拔200米的平原 约占整个欧洲面积的60% 欧洲平均海拔只有340米 北美洲平均海拔在700米 欧洲是世界平均海拔最低的 这种多平原山地 多平原地 然后特点呢 催生出完全不同于中国的 这种地缘政治军事作战理论 平原与山地具有完全不同的 地缘政治功能啊 大家知道这个平原有利 以形容大规模的城建制装备 还有其部队的合成 而这个山地是有利于分解城 城建制装备和部队 游击战留下 就是比较适合打游击 这咱都理解的吧 山区嘛 那平原与山地完全不同的功能啊 这个一个是城建制的 大规模平原地带 一个是游击战 中国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和高原战 全国总面积三十二 这样的地形围绕是 华北平原由西向东 形成一个半月形包围 就像一个耸立的一个刀刃 再进入其中的形成这个 平原地带的集团军战斗 瞬间就要碎化 就是你立刻进入山区 你就立刻化整为零 而使得他发挥当地民众的自主性 创造性的游击战 城北激增 这就是当年这个林彪吧 林彪搞那个 对付苏军的这个整个的作战理论 就是依据这个 什么意思 就是苏军他一定会占领东北的 快速南下嘛 占领东北 之后就进入华北平原 华北平原警方军就准备跟他 在这打游击战了 整个的逻辑就是一套 实际还是根据中国的这个地形来做 他进入北京之后 在南下进入华北平原 他就在中国腹地要进行打游击了 他的坦克就只能分散了 就使得中国就可以发挥游击战这种效力 这就不仅仅 你看那个中国以前有个电影叫地道战 地雷战 那不是 那是演的是鬼子 但是对付的是苏联 就讲中国怎么在这个华北平原 以南地区山区 怎么跟苏联苏军的坦克作战 他搞的是地道战和地雷战 这个意思 这个不仅是将欧洲军事理论 升班到中国境内 有可能得不偿失最终失败的 而且是中国有自己一套玩法 这就是欧洲为什么他不理解中国的军事 就是你模仿欧洲军事理论 国民党军就是模仿 其实最后完全跟解放军打 就是失败 原因就是你搞那套平原地带战法 肯定白扯 所以中国大面积的山地 这个缺点是不具备形成欧洲 这种大兵团作战充分条件 这相应的弱化了中国 抵御外敌入侵的军事合成能力 它优点就是利于长期保存抗战力量 等待时机可以一举击败入侵者 就是毛主席讲的 咱们是有时间在中国这边 咱们是可以咋吃又战的 说平原拥有控制中国中心地带 从而控制中国地理条件 但拥有山地 就拥有打败控制中原对手的一个时间了 也就是说你要想 在拿下中国你先控制平原地带 但是有山地地带的这些诸侯 也可以对这些平原地带国家进行制衡 因为它有掌握最终的时间 主动悬载它 所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就是中国地原政治 以时间换空间一个绝好证明 日本人先拿下平原地带 华北平原 东北平原 后来什么 进入山区就完蛋 进入山区就完蛋 时间在中国这边 隋唐之后 俄罗斯的力量是由西向东 北方草原马上民族对中原王朝压力 也是从西北逐渐被俄罗斯挤压到了东北 中原王朝面临的西北的塞外问题 逐渐转为关外问题 所以这个方面也促进了当地的生产 另一方面刺激了东北崛起 之后中国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立刻提升 看到关外问题 中原政权日益严重的压力 五代十国至宋 东北辽金 以成趋势 从隋唐之后 东北 你看每次东北就会兴起一个力量 然后关外形成力量之后 与关内形成一种压力 五代十国至宋 东北辽金 中原王朝的国都从西部查安 经河南洛阳东移至北京 中国地缘政治中心相应的从中原移到北 滑北了 隋扬帝唐太宗意识到了 却无力解决这些压力 明朝 民国 都是来自关外 东北的重压之后垮台的 明朝典型 民国也一样 那大决战 三个战役里边 东北失掉之后 整个的战役结果就确定了 唐宋门户之后 历史进入二十世纪 唐和宋之后 不有一个混乱时期吗 其实就是什么 宋朝面临的就是没有 没有华北平原这一带 幽云十六州 后来元朝 之后就是明朝 明朝是彻底把国都定在北京了 绝不允许这个地方再施了 所以你可以想明朝最后一位皇帝 崇真 他是对得起祖宗的 他知道祖宗为什么把国都迁到北京 他不像那些江浙一带的那些南方的士大夫 有钱也不给国家花 他知道他的祖宗为什么定都在北京 他为了中国 绝不允许再丢幽云十六州了 这意思 咱们回过头来看 东北其实在二十世纪的时候 也已经是一个重农之农 日本进入中国的时候 也是先拿东北 现在看也是生死攸关 东北 37年毛泽东在继皇帝陵文中说了 留台部首 三寒为虚 就说琉球台湾 朝一半岛 纯齿相依关系 你看咱们的逻辑是不是也符合主席谈的逻辑 说白了 台湾问题 琉球问题 咱们谈过吧 朝野半岛 是不是一个逻辑 中国拿下台湾 那你琉球就没有什么闲可守了 琉球就紧接着美军撤走了 我拿下台湾也就变相告诉大家 琉球也是没希望了 琉球没希望之后美军撤走 那在朝远半岛那些美军还待这干什么 就被包围状态嘛 朝远半岛他也得只能撤了 所以台湾问题是不是决定了朝远半岛问题了 日本呢在1895年甲午海战侵占中国台湾 1910年全面占领朝远半岛 37年发动全面对华 你看日本也是这个逻辑 他一定要先占领琉球 拿琉球之后抢台湾 然后回身就去朝朝远半岛 为什么 朝远半岛背后的这个基地是哪啊 是琉球和台湾呢 这个岛链啊 理解了吧 就等于是他没有后务之忧了 所以他也是这个逻辑 但是今天这个逻辑被打破 这个钥匙台湾中国拿回了 你想想这个是不是紧接着一个连锁反应 就琉球和朝远半岛也一定要解决 美国会在没有任何 说白了 他未来的补给基地有可能就是关岛 关岛就变成4000公里到朝远半岛 这个补给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打仗 所以可以想象 这个没有了台湾之后 琉球和朝远半岛也一并解决 中国现在已经下定决心要解决台湾问题 你可以想想这未来 朝远半岛和琉球问题 日本彻底完蛋 没有琉球之后 日本就是明朝那个孤玄海外的一个蛮夷之地 那日本当时是发动37年全面清华战争 很多事件的逻辑就表明 三寒不保 中原微虚 所以中国也明白 朝远半岛重要性 明朝为什么 应该是要死守 朝远半岛也是这个逻辑 包括琉球 当时明朝也确保他的安全 朝远半岛是中国也是俄国 乃至东方最重要的一个屏障 一旦这个门户动开 那么就可以造成中国东北的动乱 对于中国工农业经济重要产地 东北来说有巨大影响 从地缘政治 还有近代历史经验看 会直接威胁到中国 这个关内的安全了 没有了关内的安全 你可以想想 中国就彻底分裂了 所以东北亚的问题 还是与中国西南 战里形成直接关联 历史上中国能真正对中国西南产生安全压力的方向 较少来自于印度洋 而更多是来自于东北亚 因为有喜马拉雅山的平户 而且中国几乎陡直的喜马拉雅山地 所处的地势居高临下的 隋朝到明朝再到民国 颠覆国家的力量 一直是沿着这条线 越推越大的 清兵入关 日本从东北入侵中国 然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东北 徽师南下过长江 把国民党军 纵身所有的布局都促成了 西南战略地位 还有相关的战略通道 需求就抖升 60年代的时候 中印关系紧张也是冲突 提到了三线建设 这都是美国对中国东部逼近海上封锁 介入越南战争 中苏的珍宝岛冲突之后 这一系列结果 中国必须要向西南推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未来这个结果 中国一定要发动武统战争 武统台湾军事行动 这个时候整个东南方向 实际就是一线 其实中国东北的国企装备制造 优势地位非常明显 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生死攸关的战略意义的 这和江浙那些民营企业的那些轻工业还是不同 大家一定理解 它是生死攸关的 东海直抵华北平原 1840年时 英国就从这里边入侵中国的 尽管中国的东海对于东北亚中国 有这个威胁 从东海入侵中国的势力 如果没有内陆沿线的配合 不可能到达大规模 和长期占领这个局面 你想从东海这个方向 就是当年英国 你得陆地上配合 陆地上没有配合 陆地怎么配合 就是从东北出兵 由于海上和山险之间 均不能形成成建制 军事合力 大规模长期装备条件 它是山地 因此从东海入侵 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根本 而朝远半岛 进入之后 进入就是东北平原了 从朝远半岛进入之后 形成上述条件了 它是平原的 它可以集结兵力 进入到平原之后 有了原源不断的部队 再将其装备持续跟进 就有地区持续性的长期占领资源 日军就这么逻辑 由于没有陆基 19世纪40年代的时候 英国只能对中国进行短期骚扰 英国184年不就是吗 海军确实从东海进 但是你后来 打上海这一带 后来你就只能是短期骚扰 但是东北三省占据 就使得日本对于侵略中国 获得了有利条件 这经验表明 装备跟进的规模和持续的时间长短 决定了整个战争的成败因素 这咱们谈的未来武统台湾也是 你一定要保证你的后续部队 能够源源不断进入台湾 所以这个就是关键 你的至公至海一定要拿下 那咱就明白了 为什么加强东北国企制造业 优势地位 因为这个国家安全 是生死攸关的战略意义 在中国既然能够大规模装备制造 又能满足集团军作战条件的地带 一个是甘肃 还有就是东三省 就这俩地 所以你看中国的军工企 放的地方非常聪明 一个是西北 一个是东北 它不可能在关内放 为什么 那山区 你这些重装备造出来 你费挑肥 还得往这个山外面拉 实际影响最大的是东三省 对现代中国影响最大 梁州多好马 保障西域稳定 车马在当时重装备 那么大规模仰马 在古代就成建制的重装备制造 平乱的部队都会 必须要先有马 有这些条件 西域就可以保证 反之叛军掌控甘肃 就进入关中平原了 从关中平原进入 有一系列山川险故 需要克服 而你西北控制好以后 也只能是割据一方 你再进入中国中原地带 还要突破那些山川险军 那个难度挑飞又更高 而相对来说 东北就不一样了 东北平原 南边是东北 南出东北平原以后 只有山海关一个组阁 山海关唯一的组阁 之后越过山海关 就形成一个华北平原 这才是 就我只要突破山海关 我就可以从东北平原 重装部队就直接 引马这个华北 这个时候 华北平原就可以 大量的囤积物资了 形成了这么一个 大共和集团军合成力 优势发挥空间 我就可以长期作战了 日本也是 拿下东北之后 就是紧急着拿下 都华北平原 那就是东北不保 华北为以 所以抗战结束之后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 争夺最激烈 就是东北 东北解放之后 共产党解放全中国 就是时间问题了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对吧 当时毛泽东讲了 这个事东北解决之后 基本上四野入关 你看到华北 平津 之后 没什么问题了 彻彻底底的 就解决中国问题 剩下的南方 但是 讲了丘陵地带 那不是剿匪一样 这些山区 你去看一个地图 那形成不了 大规模成建制的 这种四野是用炮 你这些国民党 当时是只能再用步枪 那么打了 拍出索尔级别战斗了 和四野那种东北平原 华北平原那种大炮相比 那完全两概念 事实上 关外问题 并不是始于明代 随朝就开始了 它形成了中国政治稳定的一个软肋 你想想 唐太宗李世民还争过高丽呢 随朝之后 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全国性长期战乱 它爆发源头是出自于关外的 随阳帝也是争高丽 所以这个地区动荡 就会很快传递到中央的政治中枢 如果这个反应无力或者失败 基督而至的就是中原政权一窥千里 退到长江一线 这个结果要么是国家分裂 要么政权更迭 所以说 谁得到东北 谁就真的是掌控 掌控国家安全 所以阳帝唐太宗意识到了 但他没有力量去消除东北关外的乱源 当时记得唐太宗 进入到这个关外 他看到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当时高丽 高高丽吧 高高丽人非常残忍 他把人头 把人头割下来之后 堆成那么一个小山 然后上面铺平 整了一个台 这个台叫什么名字 还真忘 当时唐太宗看到这一景象之后 就下令 一定要彻底的解决这个高高丽问题 太残忍了 这是一景啊 不知道影视剧能不能展现 非常恐怖 用人头堆到这么一个高台 你看多么恐怖 所以这个景象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明朝 中国东北就成为中国政治风暴 持续发作的一个风口 毛泽东也注意到 东北平原对中国地缘政治重要性 四五年十月的时候 他修改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发展方针 给东北局指示 加一句话 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 营口沈阳之县 次要力量于庄和安东之县 坚决拒止蒋军登陆 及歼灭其一切可能进攻 首先保卫辽宁 安东 然后掌握全东北 最后 他23号 致电东北局要求竭尽全力 要独占全东北 这话已经说的非常明想 说完了 当时毛泽东明白 腐败在出取天下的农民政权里边 是普遍存在的 不是都能像李自成政权更的那样 所以关外如果失控 不仅仅失去的新政权了 最后导致李自成败退的主要原因 与李自成取天下当初的形势有关了 4月10月1号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 50年6月 东北亚就是着火了 美国6月27号出兵朝鲜 东北正式面临威胁 像不像当年李自成刚拿下天下之后 关外满清开始集结 所以毛泽东想到了李自成 其实抗美援朝胜利也创造了 绝不能忽视关外问题 你如果让美军打到三八线 过了三八线打到鸭绿江 你等于东北问题 下一个问题就是东北问题 一定摆在你毛泽东面前了 失去东北是近在眼前了 那平原你怎么守 没毛病吗 平原你怎么守呢 蒋介石如果是在反攻 在东北再搞一个根据地 你真的没法守 毛泽东是直接 一改隋唐远征援助朝鲜的方案 借苏联的知识出兵 借助金日成一举关外问题 远推到三八线以南了 这时候中国东北从此稳定 就绝不能再什么 再犯当年隋唐错误 隋唐的隋扬帝和唐代宗一样 注意到东北亚局势 中原政权影响了 东北亚这个 不同的是毛泽东没有把中国安全边界锁定在山海关 他不傻 他要把他推到三八线 这才是聪明的 一样今天也是 中国知道这个琉球和台湾 包括日本 包括美国 在关岛 所以中国千万不能把这个防线就压在台湾 一定要往外推 推到关岛 一个道理 未来朝野半岛是一定要解决的 这其实就是毛主席比唐太东 我觉得他有高明的地方 如果当时就直接 直接就让他退到鸭绿江 然后鸭绿江 你肯定守不住东北平原 蒋介石一反攻 这时候美军一出兵中国东北 你只能守山海关 守山海关就完蛋了 中国就被分裂了 四五年日本投降前夕 已占据陕北高原毛泽东 注意到东北了 他当时总结东北四省极其重要 极可能在我们领导下 有了四省 我们就有了胜利基础 就是说完了 东北地区关乎全国稳定局势 就是装备制造业成为东北产业一个基础 所以现在中国的地缘政治特点 鉴于当前美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 现实威胁空前的 包括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在升级 所以习主席对辽宁的考察讲话 提到了新时代东北振兴 其实就是有深远意义的 所有人都注意到了 东北亚的现在的状态 就是美国要围攻中国 中国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那就是东北不能再有任何的风险 就是一定要振兴东北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